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是我们在礼拜二盘中11点半 为大家live来做播出 提供您最及时的解盘服务 如果投资朋友您现在手上股票有任何疑问 不知道该如何操作的 尤其做多被套牢了 或者放空被嘎到的投资朋友 我们都欢迎大家利用我们这个盘中免费call in专线 0800-787-588 0800-787-588 call in进来留下您想问的股票之后 宣荣老师待会下节目都会亲自来帮大家做一个诊断 并且在这里好会给大家最专业最完整的答复给您 那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看一下大盘指数 在昨天是小跌个16点之后 今天这地方目前是上涨18点 最新位置来到9735 这两天大盘指数做一个拉回 回跌了300点附近之后 到了季线附近 目前稍微已经稳住 当然季线能不能够顺利就在这边 形成大盘有效支撑 开始又准备往上呢 关心指数的投资朋友 我还是提醒大家欢迎大家到我的Facebook粉丝专页 按个赞将宣荣老师的粉丝专页加入追踪之后 每天宣荣老师都会针对大盘最新的价量结构 最新的筹码流向来跟大家做一个台股的盘后报告 大概10分钟左右时间简单的一个报告给您 那或者是有智慧手机的投资朋友 有用LINE通讯软体的 现在也可以将宣荣老师的官方账号加入到你的好友名单 宣荣老师的一个这个账号是 请搜寻一下这个ID是 这个小老鼠Y-O-U-R-B-E-S-T-T-E-A-M 或是现在就可以把智慧手机拿出来 扫描一下这个QR Code 就可以将宣荣老师加入到你的好友当中了 宣荣老师有什么最新的看法 都可以利用这些管道分享给大家 那在盘中我还是提醒你 其实对做股票你要赚到钱要成为赢家 最重要的倒不是去看说指数到底会不会攻过万点上去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还是在这八个字叫做掌握结构太弱则强 那所谓的太弱则强这四个字 我想大家一定都听过 讲起来简单 可是我发现尤其在最近 帮很多我的会员朋友加入之后 把手上的股票通通拿出来 给宣荣老师做一个诊断来看一看 怎么去处理 那发现好多投资朋友 做股票手上股票大概一个七八档 里面几乎每一档都套牢的一堆 甚至有的赔了四成五成六成的都很多 而且不是一个会员这样 还蛮多会员都这样 满收股票赔了一缸子了 这时候才想来找现荣老师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 股票满手都套牢呢 这其实是我在股市 这二十年的一个资历当中发现 很多投资朋友赚不到钱 变成输家 为什么会输家 常犯的错误就是这样 其实不止一般散户 很多投股 应该要怪很多投股老师 都这样教大家 怎么教大家呢 说很多投股老师都这样教你 大盘已经涨到九千多点 强势股涨多记得不要去追 要赶快卖掉 去买那个股价 滴滴的股票 这才安全 这样的讲法听起来很安全 很多人就信以为真 跑去这样做 结果做到最后的股票 这个结果是怎样 会发现 好股票到最后都曾经赚过 但是赚一点点就卖光光了 对不对 举个例子 就像现荣老师 去年12月开始推荐大家台药 那时候股价在34块多 告诉大家开始转强了 我相信如果你有看 现荣老师的节目 也知道现荣老师在推荐 也这个一路看好 那你可能也自己去买过 可是呢 等到大盘一有个震荡 你就会很害怕 你就会觉得说 哎呀台药已经有赚钱了 就赶快获利入带 赶快跑 对不对 到最后的结果是 好股票你赚一点点就把它卖光 结果现荣老师一档台药 帮会员现在赚了五成多六成 你可能只赚个三%五% 那结果呢 反而是烂股票舍不得出 然后呢在这里 股价低低的一直买一直买 到最后烂股票满手 小赔就变成大赔 最后满手套牢 是不是就是这样子 让你赔到大钱 那如果是这样的想法 我都会叮咛大家 其实你一定要去做好 我所说的掌握结构太弱则强 那当然所谓的太弱则强 不是像其他投股老师 叫你去追 所以说什么已经大涨的跑去买 哎呀快要涨停的就去抢 不是这个意思 所谓的掌握结构太弱则强 我还是提醒 重点你第一个要先去看懂 股价 我把它分成四种结构 到底你手上的股票 在这四种结构当中 处在哪一个位置 然后四种结构 包括潜龙巫用 见龙再田第三个非龙再田 四上去 第四个抗龙游毁 那这里面所谓的潜龙巫用 龙代表趋势潜伏在地底 未见天势 通常它的产业趋势 仍然持续在衰退 股价处在弱势阶段 不宜贸然的摸底 相对弱势的股票 有反弹有补涨也要太弱则强 那抗龙游毁的股票 趋势过犹不及 气力将近 股价处于头部 看似人强 时尽末路 当思如何下台 以免毁不当出 那这种股票 我说的 包括说这个见龙再田 包括飞龙再田 该出就是要出 换到我所说见龙再田的 再跟着讲 潜龙勿用 抗龙游毁的股票 该出还是要出 换到我所说的 这个见龙再田的股票来 那所谓的见龙再田 代表趋势出入头角 准备要大展身手了 这样的产业处于萌芽期 准备进入到成长期 股价低档开始转强 正是应该把握上车的机会 大波段操作 将有可观 获利可齐 等到飞龙再田上去 趋势如日中天的时候 气势如虹的时候 这时候股价 你已经提前不好局 就牢牢抱住就好嘛 对不对 不用再去追了 也不用得意忘形 乐观勿忘审慎 才能够赚得长强久久 当然我知道你可能会说 哎呀讲好像听懂了 可是做好难 这个知道是一回事 要做是一回事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不晓得 手上的股票 到底产业趋势 是真的有爆发性成长 还是已经在衰退 那甚至报纸所讲的 你以为真 这个你自己以为很用功 看了很多报纸 报纸所讲的 你也信以为真 其实都很容易受到伤害 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就像去年初的时候呢 有一个题材非常红 什么题材很红 VR虚拟实境 对不对 很多投顾老师 很多报纸都在写说 虚拟实境 会有多大的一个市场 的一个想象空间 然后很多投顾老师 也跟着那边话修 拼命的推 结果呢 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说你在去年一月份 有来看县荣老师的线上演讲会的话 这是去年一月九号 县荣老师办的一场线上演讲会里头 给大家的一个资料 里头就提到 每年消费电子CS展 都会有许多的新产品 新技术出现 那有许多会成为 未来一两年的科技发展主轴 但是也有些我提醒过大家 会雷声大雨点小 像以前有什么微型投影机 3D电视 3D列印 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题材热的时候 哇这个很多人去追 后来这个题材一退烧 摔死了一堆 那我说下一个可能会是谁呢 要特别小心的就是 VR虚拟实境 为什么 当时都分析给大家听 就需求端来讲 有多少的消费者会愿意 头上戴一个大型的眼罩 来玩游戏来看影片 头还会晕晕的 对不对 然后就技术端来讲 你说虚拟实境很难吗 其实Google推出了一个 Cartboard的一个解决方案 成本几十块台币 就可以去装出来一个 所谓的一个 利用智慧手机装到这个Cartboard里面 就可以来体验虚拟实境了 那这样讲起来 这里面有什么高深技术吗 其实也没有 所以我说虚拟实境要小心 最后会雷声大 余点小 那现在呢 这是今天4月18号 2017年4月18号 报纸所写的 报纸写了什么 标题写得很清楚 易晕眩而且内容少 手机VR装置 现在已经在什么 大衰退了 有研究调查 这个机构认为说 2016年全球智慧手机 VR装置的出货量 是1866万套 预计在今年2017年 出货量会降到 1423万套 年衰退23% 你会发现去年 一堆人在喊VR 现在没有人在跟你讲了 对不对 那现在很多人 才看到报纸说 原来VR装置 现在是大衰退 可是县隆老师 在去年1月份 就已经跟大家说 这个会的医生大 有点小 那你说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去年 我跟大家讲的时候 宏达电那时候涨到多少 136块半 一堆头顾老师 叫大家去追 我说要小心 现在呢 大盘从7600涨到9900 涨了2000点 宏达电跌到多少 这两天跌到 剩下70块7 对不对 跌了将近五成不见 指数涨2000点 宏达电跌两成 好 不止宏达电 包括去年7月份 那时候很多人又在吵 威胜说他有 虚拟实境的一个题材 VR的题材 那我也特别叮咛 那时候在有投资朋友 来电咨询的时候 我也特别诊断说 这种只有题材 没有业绩的股票 我不会推荐 因为题材一退 摔死的都是这种股票 也特别叮咛大家 那时候要小心反弹 逃命波了 结果呢 你看到后来 5月份的时候 指数在7999 涨到9976 涨了快要2000点 威胜的股价 从16块多 跌到10块1 跌了多少 跌了三成 就多快要四成 跌下来是跌三成 多快四成 你说万一套住了 你要涨回去 要涨六成 对不对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那这就是你会发现到 真的 要判断一档股票 到底是潜龙误用 还是在整个这个 抗龙有悔 到底是怎么去判断 其实这是需要一个 专业来帮助你的 那你会说 那现龙老师 为什么都能够去 判断的精准 包括像去年 很多人在喊太阳能说 报价会喊涨 我也跟你讲 从技术分析来看 这是假的 对不对 不要去相信 下半年就会 功过于求了 那为什么现龙老师 能够去精准的判断 不是像其他投股老师一样 长什么 就跟着去追什么呢 这其实 当然也跟现龙老师的资历 有很大的关系 我在这市场上20年 不是像其他投股老师一样 可能这当个营业员 这个营业员很多口才也不错 然后去考个分析师执照 现在一堆 这个投股老师 其实都是营业员出身的 那你靠营业来帮你做股票 会赚钱吗 自己去想一想 那现龙老师的资历 在我网站上面都写得很清楚 我在这市场上20年的一个时间 这里面从一个小小的产业研究员开始做 研究过包括像原物料 研究过包括像金融 电子上中下游产业 一步一步的一个开始研究 然后慢慢的升到研究部的一个主管 那也当过当时全国销售量最好的 财经周刊的首任第一任的一个总编辑 所以为什么我能够去当总编辑 那时候还不到30岁 就是因为我在产业上面 累积下来点点滴滴的功力 能够去看到这地方比别人更透彻 也能够更清楚的去判断 未来真正产业的趋势在哪里 所以也现在要运用这份的一个 基本面所累积下来点点滴滴的功力 希望能够去帮助到更多的投资朋友 所以我们才要成立这个极品操盘团队 希望能够帮助投资朋友 在股市里头 不要再被错误的资讯给引导 不要在股市里头被主力给更杀 所以我们知道你真的需要我们帮忙 我们才诚心邀请你来加入 县荣老师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来帮助你真正去做好掌握结构 太弱则强的动作 帮你看清楚谁是弱势股 谁是强势股 怎么样真正在抵挡转强讯号出现的时候 来做一个布局 那讲到太弱则强 这其实不只是针对一般散户 要赶快把潜荣勿用 把抗荣优惠的股票出掉 换到建荣在田的股票来 其实县荣老师带着会员朋友做股票 跟着我比较久的也都知道 也就是这么做啊 对不对 我带会员做股票 我也强调过 我手上的股票每一组会员 就只有五档股票左右 那每一档都是精挑细选出来 在潜荣在田的时候来做布局 等到这个 在建荣在田的时候来做布局 飞荣在田上去的时候续报 等到抗荣优惠的时候 就该获利了结 有转弱讯号出来 就要出脱了 就像这档股票 核大应该蛮多人都还这个熟悉的 他做Tesla里面的齿轮箱 那时候在111块底部的时候 在116块右肩的时候 我都曾经推荐给会员朋友 可是涨到在上个 在这个月初 4月5号4月6号的时候 我在那一天 这个建议会员朋友 该获利了结了 为什么 虽然消息面公布出来 去年第四季的财报1块4 计增48%将近快五成 可是我说 技术面上来看要小心 似乎已经有大户在出货 可能第一季的汇损 将会高于市场预期 所以建议停利出场 虽然没有卖在最高点 也趁着那天部长反弹上来 这是那天的一个核大建议大家 该获利了结的动作出现了 那结果那天卖在131块左右 那后来开始买进什么 4月6号是不是推荐大家 这地方一档物联网新黑马 3438的类比科 那时候股价在20块半部近 开始来做切入 那结果呢 这一个4月下来 你会发现 如果还在抱着核大的话 那时候131块附近 停利出场 获利入带了 对不对 现在股价跌到122块半左右 如果还在继续爆 可能这地方吐了很多回去 可是呢 如果跟着我会员这地方 把核大换掉 获利入带了 转进到类比科 20块半附近买进 现在已经涨到多少 最高28块多 早盘都还有27块4 对不对 你会发现这两天 指数的部分 这个月的部分 指数在这里 是高档在做一个拉回 那赚钱的关键在哪里 是靠指数吗 不是啊 指数在跌的 是在掌握结构太弱则强 这个月我们把核大出掉 避开了这一段的一个下跌 换到3438的类比科 是不是就能够 快速的反败为胜回来 或者说能够去赚更多回来 对不对 这就是县荣老师 带着基品操盘团队 我们的使命跟责任 要去帮助每一位会员朋友 时时刻刻去做好 掌握结构的一个变化 做好太弱则强的动作 这就是我们的使命跟责任 那当然在接下来 我们仍然持续锁定在 我所说的四大明星产业 爱车大物 包括车用电子 大数据物联网 这四大明星产业 里面找到营收在成长 业绩在创新高的公司 而且在这里 今天也有档新的黑马 准备要来做出奇 这家公司生产IC晶片 正受惠于物联网的需求 持续在提升 三月营收创了新高 启动成长动能 而且预估它所生产的产品 市场规模今年是25亿台 2021年将要上看到120亿台 呈现倍数成长 而业绩爆发力已经开始显现 技术面也在融资大显之后 5周军量超过10周军量 周线指标开始翻红向上 股价突破下降压力线 季线半年线黄金交叉 准备要发动波段公式了 所以说各位投资朋友 你会清楚的看到 现容老师带会员操作 每一档股票怎么选 就是按照我们的选股SOP 锁定有爆发力的产业 有竞争力的好公司 业绩真的成交 启动成长动能的好公司 而且会去观察 抽马面有大户在进货 技术面有转强讯号出现的时候 领先市场买在低档 就像之前推荐大家 6274的台药 是不是在当时 融资大减指标翻扬 大户在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的时候 34块多开始来做推荐 现在已经赚了6成左右 对不对 包括这个月3438的类比科 同样在这里 5周军量超过10周军量 指标翻扬 股价突破下降压力线 季线半年线黄金交叉 开始准备大户进货之后 转强发动波段攻势 20块半第一时间来做切入 现在已经获利超过三成的幅度了 那在接下来 包括这个类比科 其实你会发现上个礼拜五 当大盘在做一个拉回 急速下杀 那天跌到23.75的时候 都还有叮咛会员朋友 拉回是要找买点的 昨天又拉到涨停 今天早盘又涨了5% 对不对 所以我只要强调一点 今天的收获 记得是来自于 昨天的播种跟耕耘 我们能够去赚到台药 能够去赚到类比科 不是现在去追的 是靠之前的低档布局 而明天的收获 要靠今天的决心跟付出 所以如果说想要把握 明天能够去赚到 大波段的投资朋友 新的黑马 我们已经在这里来做启动 欢迎大家在这个地方 好好把握机会 休息时间就跟我们的服务人员 来做联络 第二阶段马上再回来 运达首顾 揭平操盘团队 由高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 用心 重存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下群之线02 2781 0909 2781 0909 运达头顾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02 2781 0909 2781 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头顾02 2781 0909 02 2781 0909 大家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好那这两天 行情在这里做一个震荡 很多投资朋友 之前打电话来找县荣老师 想要询问现荣老师的极品操盘团队 这个入会办法 那这两天大盘一量缩下来 哇又开始犹豫了 又觉得说 这两天大盘量又缩到700多亿 大概指数不会动了 再等等看好了 又再犹豫不决 那我会提醒大家 如果你做股票 永远这样子犹豫不决的话 真的在股票市场当中 很难赚得到钱的 因为人生最大的敌人 不是别人 就是犹豫不决的自己 去想想看 是不是你在做股票的这一路上 就是这样不断的想东想西 去年大盘 这地方11月份12月份 量也是缩下来 那时候指数在9000点附近 量还缩得更小 500多亿 对不对 你会觉得说 外资好像跑掉了 大盘都没有量 所以犹豫不决 不敢买股票 结果一路的看着行情涨上去 1月份开始动了 涨到9300 9400 你还是觉得说 这个行情9000多点大概也涨不到哪里去 所以继续的看看 结果眼睁着看着行情 这样指数一路涨就算了 从去年12月 我再推荐大家什么 6274的台药 那时候告诉大家 34块多附近 大呼在进货转强讯号出现 业绩也在启动成长动能 即将发动波段攻势 你想说看看就好了 观察一下 结果台药就这样看看一下 犹豫不决的过程当中 已经从34块涨到50几块了 对不对 好那错过了台药就算了 今年1月份 那时候大盘指数 来到9300 9400 你也在犹豫不决 那当时我在推荐4912的联德 告诉大家 联德受惠于物联网 受惠于车用的需求 营收开始启动成长动能 技术面也有大呼在进货转强讯号 准备发动波段攻势 所以86块多我再买 你又犹豫不决 又想说等等看好了 结果一等 联德又从80几块 飙到120几块 我们已经全数出清 获利入带了 这个月上个月 3C07的汉磊 我们在推荐的时候 告诉大家 现在受惠于电动车 推动它的一个功率半导体需求 业绩开始启动成长动能 创新高了 技术面也有大呼在进货转强讯号 准备发动波段攻势了 那时候才多少 11块多 对不对 推荐你来做买进的时候 你可能还是犹豫不决 想说等等看好了 哎呀3月这个指数那时候 已经涨到这个快要万点了 要不要再观察一下 结果呢 你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呢 汉磊又从11块多 飙到最高17块2了 又涨了四成的幅度上来 对不对 那一次又一次的一个机会 从你眼前就这样错过 包括这一次的这个类比科 是不是也是在你在这边想说 哎呀大盘会不会涨多了 等等看的过程当中 现在又狂飙出去 所以我都再三叮咛大家 人生真的最大敌人 就是犹豫不决的自己 不要每次都是在事后才来说 千金难买早知道 早知道跟着县荣老师买台药 跟着县荣老师买这个汉磊 跟着县荣老师买这个类比科 人生没有后悔药啊 不想要事后留下后悔 就要当下下定决心 任何事都是从一个决心 一粒种子开始 这一次新的黑马 我们已经开始要来做锁定 业绩现在受惠于物联网的需求 持续在提升 三月营收创了新高 启动成长动囊 基于未来市场规模 它的主力产品 预估今年是25亿台 2021年将要上看到121台 呈现一个大规模倍数成长 技术面也是在融资大减之后 指标开始翻红 突破下降压力线 大户进完货 正准备股价转强 发动波段的攻势 如果说不想要错过的投资朋友 记得今天来拨下希望的种子 明天才能够去享受快乐的果实 现在加入这地方 除了新的黑马要带你布局 甚至如果说你想学 那现荣老师是怎么看懂一档股票 像台药 像这个哈雷比科 能够有确认大户在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 这个部分想学的 都可以在我们网站上面 有一个会员专区 里头除了分析日记 现荣老师每天大盘的观点 前日五的追踪之外 你说不懂技术分析 我们云端书柜电子书 技术分析的基础 从K线形态 从基础来教你 那进阶的 教你这个超盘级技术分析 有一个线上教学 教你怎么去看懂股价的结构 分辨强势股跟弱势股 更教你怎么去看懂股价 转强讯号 让你低档会买股票 这种股价的转弱讯号 让你知道高档该卖股票了 想把握的投资朋友 都欢迎大家 待会休息时间 就跟我们的服务人员 来做联络 指名加入 现荣老师亲自带领的 极品操盘团队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